随着疫情不断延烧 除了医护人员坚守第一线 警察同仁也必须配合地方需求来协助防疫 6月15号警察节这一天 麦当劳中镇店透过德莱苏公餐的方式 免费提供第一线的远景 热腾腾的美味餐点 向辛苦的远景们致上最高的敬意 为了响应6月15号警察节 华联市麦当劳中镇店 特别透过德莱苏公餐的方式 免费提供给第一线远景热腾腾的美味餐点 警车一辆接着一辆在车道上轮流点餐 直到领餐窗口才发现交餐的是分局长 有点小路乱走 在警察节的这一天 麦当劳总共发出一千五百份的餐点 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小小心翼 成为警察同仁每天上班的最大动力 因为警察同仁们 他们在第一线工作其实是最辛苦 那因为个人本身以前也是公务人员 所以非常能够感同身受 那每年警察节提供花莲县全县的警察 我们麦当劳美味的餐点 今年已经是第四年 是我们每年都会办 以后也会持续办 那我想我们非常谢谢花莲麦当劳的杨董市长 他在每年6月15号的警察节呢 都会支持我们花莲县警局 所有的同仁来免费的享用麦当劳的一个美食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企业回馈给社会 回馈给我们公部门的一个资源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同仁都非常感念在心 防疫期间不管是医护还是警消 都必须站在第一线守护民众安危 分局长化身为一日店员 亲自交付餐店给每位园警 让同仁们在严峻的一期中 也能度过一个难忘的警察节 记者许立琴花莲市报导 请请 请请 请请请请请请